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上星期五的旁晚 特朗普總統邀請了鮑威爾律師和弗林將軍 去到白宮的橢圓營辦公室 開了一次秘密會議 原來當晚出席這次秘密會議 還有另一位富商 名字叫做Patrick Byrne 伯恩 這個伯恩是什麼來頭呢 為什麼他會獲得邀請 原來他以前曾經做過一家網購公司 Overstock的CEO 很有錢好搭水 前幾天他還公開出來指證 說希拉里曾經受賄三千八百萬美元 根據他的公稱 其中兩千萬美元的款項 是來自土耳其方面 而司法部長巴爾也是知情 這個證明得到 他和民主黨的頭目 不是很咬嚴 為什麼會突然提起這位伯恩呢 因為他在今天 在Twitter上連續發表了十幾條貼文 講述在上星期五密會的情形 甚至乎他還爆料 說在白宮內 有部分人員 背叛特朗普 在說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白欣就連續出了十幾條貼文爆料 到底他所說的東西是有沒有可信性的呢 他在爆料之前 其實就貼了幾張圖片出來 分別都是在白宮的裏面拍的 他當然就是想告訴大家 他真的有出席過這次的會議 我又不會懷疑他是沒有去過的 因為如果他是沒有去過 然後走出來車天車地的話 肯定就很快被人識破 甚至乎 鮑威爾律師和弗林將軍 都會指證他 我相信他是有出席這一場的秘密會議 只不過他爆的資料 我就覺得是孤網聽之 孤且聽著 好了 究竟這個白欣爆了什麼資料 其實來講也挺轟動的 揭示了一些內部路線之爭的情況 我先說他的內容 這位白欣就說 他當時參與的這場會議 就是發生在一間房間裏面 我相信他就是在說 這個橢圓形辦公室 他說 可以向大家保證 特朗普總統的顧問 正在非常恐怖地為總統服務 因為這班顧問 無非就是想特朗普輸了一場大選 不斷地對著總統說謊 總統周圍是充斥著 卑鄙的平庸之輩 第2條貼文 白欣揭發 白宮法律顧問 就是這次秘密會議的竊物者 同時他又指責白宮幕僚長 Mark Meadows 和其他顧問 向特朗普說謊 以迫使他作出讓步 另外 白欣又澄清 說他參加了足足四個半小時的會議 當中 從來都沒有討論過要實施戒嚴 這些指控是百分之百的獵祖 最後他又提到 說特朗普總統 是被自己委任的顧問 騙了 因為這班顧問的策略 就是在拖延特朗普的同時 就要促使特朗普讓步 讓步當然就是要他承認現在的選舉結果 另一條貼文 白欣揭發 說出席這次秘密會議的白宮人員和法律人員 拒絕了他們所提出的每一個建議和想法 到底這班人的藉口是什麼 那班人就說 最好不要嘗試這班人的建議 因為行不通 並且會損害特朗普在新聞界的聲譽 當然這些借口就是很荒唐 最後一條貼文 白欣就說到 說他堅信 包括了共和黨在內的眾多美國機構 已經決定了要結束特朗普的時代 整班人就想拜登、哈里斯 就是這個賀錦麗 以及全球主義者的大重置 就是所謂的Great Reset 他們之所以採取這種極端措施的原因就是 大重置的時間是相當緊迫的 最後一條的貼文 白欣就說 其實 特朗普總統 是無需要戒嚴的 而巴威爾律師和弗林將軍所提出的建議 他估計 就有五成到七成半的獲勝機會 但是 白宮的顧問 就只是試圖說服特朗普什麼都不好做 只是接受他們那一套 我曾經身為一家企業的CEO 看到這樣的情景都覺得很傷心 因為特朗普目前就是從內部遭到背叛 特朗普真正相信自己是贏了 而他確實也是做得到 我雖然就沒有投票給他 但是都不想看到 我們的國家是被一個間諜組織所協持 另外最後一句就是 特朗普總統仍然是想繼續戰鬥 只不過 他那班的顧問 就向後彎腰告訴他 叫他什麼都不好做 我就認為 就要將這班傢伙全部解僱 否則特朗普就會輸 以上就是白欣所寫的那些貼文內容 我又不知道這位白欣所說的內容 有多少成是真 有多少成是假 有多少成是水分 或者是被誇大了 當他說的事先是熟實 起碼反映得到 其實 在這個白宮的內部 就出現了一個路線之爭 特朗普本人 以及是他所邀請的那班嘉賓 比如說這個鮑威爾律師 弗林將軍 以及這一位富商白欣 還不知道有沒有其他人 現在知道這三位 其實 那個取態都是相對強硬一些 就想採取一些比較另類的手段 來解決問題 那奈何的就是 似乎有部分的白宮顧問 我不可以說全部 起碼有些你看得到的 對特朗普仍然是很忠心的 比如說貿易顧問 跟Peter Navarro 他就特地製作了一份三十多頁的調查報告 去調查一下 為這次大選出現了什麼的違規行為 我相信這個 都是特朗普的真誠盟友 但是 到底有沒有一些人 口是心非 或者是離心離德 我相信是有的 根據白欣所說 就勸特朗普什麼都不好做 我相信又不是說什麼都不做 他們不斷地用一些 保守一點的方法 或者叫做恩循苟且的方法 就是循司法途徑來嘗試翻盤 但是大家都知道 似乎這條路徑就不太行得通 因為下級法院的人 個個都不敢揹飛 全部都肯定是將你的案件 是否決的 贏都是贏過一兩單那麼大把 你一旦上到聯邦最高法院那裏 那個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s 就是有問題的 Lin Wood律師已經提出過質疑 就是他根本上 一早就已經盤算是要做低特朗普 而且還被人揭發 原來他就在那個愛潑斯丁的航班上 有個乘客的名字是跟他一模一樣的 當然John Roberts他就不認了 他現在是否認了 但是我也很奇怪 究竟在那班富商巨股 或者是社會名流當中 還有哪一個叫John Roberts 是有這樣的資格可以獲得邀請上這個航班 大家都知道上這個航班的 全部都是非富則貴 或者是在社會上有頭有面的人物 不是一般社會的流羅彈散 可以上到這班航機 到底還有哪一個叫John Roberts可以上這班航班 我真是質疑 他說John Roberts這個名字 就是太普通了 有這個名字就不一定代表是他的 我覺得這些否認 就是借口很牽強 你找另外一個John Roberts給我看 對不對 社會地位要跟你差不多 有沒有一個這樣的人存在呢 我很質疑 當這個司法的途徑根本上恥路不通的時候 如果仍然是繼續引導特朗普走向這條途徑的話 豈不是叫做浪費時間 所以這位白欣 就是說 根本上有一班他的顧問 就是想一路拖延特朗普的時間 一路就想迫使他接受那個所謂的現實 那麼究竟有沒有存在這些人呢 我覺得不排除是有的 他身邊委任了那麼多人 間不中有些是鬼 我就覺得不出奇了 因為這班人為明知道這條路走不通的時候 但是當其他人提出一些另類的提議 他們往往就走去潑冷水 又說走不通 還說出一些很荒謬的藉口 就說這些手段 就會影響得到特朗普在新聞界的名譽等等 特朗普在新聞界都沒有什麼名譽 是不是 你九成至九成半的主流媒體全部都歸了 砌到特朗普七個一皮 已經是 全部都抹黑他的 那你還顧什麼新聞界的名譽 是不是 所以這些這樣的藉口就很荒唐 不知為什麼會從他的顧問口中說出來 但是 你不試下其他的辦法又怎可以 時間又相當緊迫了 真的不知道他有部分顧問究竟是想什麼的 一尾就懂得潑冷水 就說別人提出的建議是行不通的 你試了當然是未必可以的 沒有人保證說一定行的 但是你不試的話 行不行的機會就很大 你經常走去司法的途徑就是 所以 我就覺得特朗普的決心就仍然在 如果他是沒有決心的話 他就不會號召他的支持者 在1月6號 去到首都的處舉行集會 所以特朗普對於追求公義和還原真相的決心 就真是不容置疑 只不過 他有一群顧問實載 就不知道在想什麼 和在做什麼 白恩也提到 深層政府 銳意推動 所謂 大重置 這件事 其實很多人都說了很久 就是那群深層政府 就想把那個 時鐘 回撥到2016年 就是奧巴馬的年代 所以這群人就要夾手夾腳 這樣剷除特朗普 至於 特朗普委任那群顧問當中 究竟有沒有人真的在背叛他 我就很難判斷了 可能有些人純粹就是怕事 或者有些人有些把柄是被人抓住了 這些都不奇怪 未必是被人用銀彈收買 他們這樣的取態是有很多原因 或者他們覺得自己承擔不了這個責任 但是我覺得無論什麼原因都好 如果他們自己是不行的 不如放手給其他人去試一下 無謂你引導了去一個錯誤的方向 因為現在1月6日距離現在 都只剩下很少的時間 當然你說特朗普還有沒有很多的選項 其實就不是說完全沒有 比如說 軍事法庭的選項 又是採取 反叛亂法的選項 又或者在1月6日當中 國會的 守美門的選項 但這個我覺得就很渺茫 老實說 因為就算共和黨內部也有些人 不是這麼團結 共和黨內部也有很多流派 有部分就不服特朗普 那些人就算說馬康內爾就已經是 是不是 有個趙小蘭做老婆 他怎麼會服特朗普呢 他當然是另有所逃 所以你靠守美門 我就覺得 好問好問 當然1月6日有沒有其他玄機呢 我就看到一些 不過這一節就差不多時間了 下一節再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一節還要說一件事 就是鮑威爾律師就被人拍到 他在星期日的時候就從白宮那裡走出來 到底他在星期五開完秘密會議還沒走 就是留到星期日才走 還是他在星期日回頭再開一次秘密會議呢 這個就不知道的 因為他沒有公佈過這件事 另一個問題就是 他在星期日走出白宮之前 究竟在裡面做什麼呢 是不是跟總統開秘密會議 或者是另外接受什麼的指令呢 那就是不知道 因為之前按照 無論是左媒也好 保守派媒體也好 都曾經說過 說特朗普是有意委任他 作為一個 特別檢察官去查這個大選的情況 那究竟他是臨危壽命啊 還是怎樣呢 暫時又沒有消息了 一有的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